萬一我們剛剛已經知道了 RSS還不錯對不對 可以幫助比較提供一些資訊源 事實上那些資料還是在原來的網站上 只是它透過同一個 等於說我把入口統一了 所以你就所有資料有更新的你查來 那萬一這個網站沒有提供怎麼辦 比如說有些網站老師可能去的 他就沒有提供這個啊 阿彌阿諾 這裡呢我有偷偷幫大家裝一個 在這裡 有沒有萬一沒有提供的啊 你有兩種方法 目前我用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用Google的所謂的附加元件或擴充功能 叫做Page to RSS 那它也會就是幫你把沒有提供RSS功能的網站呢 幫你加入到我們的Google月圖系 我是比較配件用這種方法 那如果呢你不要用這種方法 也可以用所謂的這個火鍋 火鍋又有附加元件叫Update to RSS功能 那這個呢就有點類似像我的最愛一樣 就是它可以幫你去搜尋 去找說啊你有訂閱的那個網站有沒有更新呢 更新在哪裡 那我現在呢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在這邊 這裡Google裡面它有一個叫工具有沒有叫擴充功能 我裡面有幫大家裝幾個 有裝幾個 那麼我的會比較左一點 你們那個版本比較少 在這邊 有看到了 所以呢 如果您去的某些網站 萬一它不支援了 比如說到這邊 不支援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亮起來了 你就用這個把它按一下 它就開始幫你訂閱 那我因為呢 它的訂閱 它要一段時間去 大概一天左右去運作 所以呢 你可能沒有辦法 訂閱之後馬上看到 所以我先找一個網站 先找一個彰化纖衛生局的 進來 進來 進來之後呢 這裡其實我剛才有做這個RS的訂閱 後來有做 但是如果你要訂閱是這整個頁面 整個頁面並沒有提供 那也沒關係 所以你看我在這邊 我有訂閱一個 這裡有沒有 我有訂閱好做一個測試的 點進來 它有更新 我們一樣看得到 有沒有 嘿 你看哦 我都可以從這邊 好 那這個呢 就是由它所頂過來 它就會跑到這裡 因為這就是由它網站來幫你做 那最好的地方在哪裡 你看我把它按一下 遊覽整個頁面 最好的地方你知道在哪邊嗎 它會告訴你 有沒有發現哪裡不一樣 它會告訴你哪裡變了 不如有變更 然後你自己找 這樣不是什麼叫 它怎麼可能那麼 那個時間在找哪裡有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 萬一它你的沒有提供 當然 不見得每個網站都可以要看它的語法 不過基本上大多數都可以 這樣可以補足就是 這個網站 假設您就是需要常常去 可是它沒有提供這個功能 好 那因為這樣子可以整合在我們的 Google的閱讀器裡面 所以我是比較推薦用這種方法 這個是給您參考一下 如果萬一它沒有提供的時候 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那麼 所以RS資訊 今天老師真的 有機會用看看 很好用 好 好